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SypeCut激光切割软件的视频教程 首先我们通过双击打开SypeCut激光切割软件 我们看到SypeCut激光切割软件的界面是Ribon风格式的界面 它的上方是由图标和按钮组成的工具栏 左侧是与绘图相关的工具栏 中间黑色底色的是绘图栏 右边是控制栏 下方是命令行 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介绍最常用的文件 开始绘图、数控、视图这几个工具栏 开始讲解我们最常用的一些功能 那么我们开始依次从左到右来介绍 首先在文件的下拉菜单里面 我们有常用的新件打开保存、另存这些工具就不一一复述了 那么这里我们要着重介绍一下 我们SypeCut激光切割软件所支持的几种第三方软件的格式 有DXF、PLT、AI、格勃、NC 也就是基代码这几种格式都是我们软件所支持和导入的 可以导入的格式 然后这里有个用户参数 打开用户参数 在这个界面我们可以看到 当用户导入DXF、PLT等外部文件时 我们首先会对原图进行如下的优化处理 比如说去除绩效图形 去除重复线 合并相连线 并且自动排序 并且自动打散DXF中的群组 那么因为往往我们在CD或者Quadro Adobe Illustrator这样的第三方 外部软件绘图时 绘制的图形 往往是不干净的图形 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些功能 把这些不干净的图形 首先处理成干净的图形 那么这里的处理都有一些参数 当然这个参数是我们软件里面的默认的一个参数 当发现软件的自动处理不合适的时候 还可以通过手工在上方的这个工具栏 去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比如说去除绩效图形 合并相连线 包括曲线平滑 去除重复线 这样的操作 待会我们会一一介绍 除了这个自动优化以外 我们还可以修改绘图版的这个显示的风格 包括就是一些使用习惯是否在打开前要恢复上一次 所打开的图形 在用户参数的下方 有一个备份参数的功能 这个主要是为了方便用户 将配置好的一些信息 包括设置过的一些全局的参数 保存到一个固定的目录 一旦系统崩溃 或者要重装系统之后 以便于恢复这些参数 诊断界面是可以帮助我们来诊断我们的控制卡 以及控制端口的一些状态 包括输入输出口 模拟量 PWM 以及各个轴和线位的一些状态 在这个界面 我们还可以就给各个轴发送指定的脉冲数 以测量我们的脉冲当量设置是否正确 以及各个轴的运动状态是否正常 这个界面我们就不详细介绍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开始介绍最常用的开始的工具栏 这个开始的工具栏里面几乎包含了我们激光切割软件里面 最常用的所有的功能 基本上都在这个工具栏里面 首先介绍一下选择 像全选反选这些功能我们就不介绍了 这里我们着重介绍一下 选择不封闭图形 选择相似图形和选择所有内外膜 这些与其他软件所有有所区别的这几个功能 选择不封闭的图形 因为在我们的切割所需要的图形里面 往往都是切割封闭的图形 那么有一些不封闭的图形 往往是我们所不需要切割的 或者是要单独进行编辑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选择不封闭的图形 来把这些不封闭的图形都选中 打个比方 我们画了一条直线 画了一个圆 画了一个圆弧 那么在这个图形里面 这个整圆就是一个封闭的图形 圆弧和直线都是不封闭的 我们可以通过选择不封闭的图形 把这两个不封闭的圆弧和直线选中 选中相似图形 在一些复杂的图形里面 往往有一些图 类似于这个样品图形 往往有一些图 类似于这样的圆 它的尺寸 我们看一下是三乘三的圆 往往像这样的圆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统一的编辑 那么要选中这些圆 而这些圆又不在同一个区域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 这个功能选中其中的某一个 然后再点选择相似图形 把这个尺寸相同的圆 全部都选中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总共选择了五个对象 图形的总长为47.12毫米 那么在这个图形里面 所有的尺寸为三乘三的圆 都被我们选中了 选择所有的外模 和选择所有的内模 这个顾名思义 点一下选择所有的外模 在这个文件里面的外模 像这个外框就被选中了 选择所有的内模 所有属于内侧的图形 都被选中了 这里我们还可以根据图层来选择 打个比方 我们把这些图选择成为图层二 这几个图形 我们把它选择成 设置成图形图层三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分别是图层一图层二和图层三 假设我要选中所有图层二的图形 那么我们只要点选择图层 图层二 所有的这些与虚线显示的 都是被我们选中的 大家看一下 这都是图层二图形 像剪切复制 删除这些功能 基本功能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 在选择的右边 这有一堆小的按钮 这些小的按钮呢 是为了方便我们观察图形的一些工具 比方说 这两个图形 一个叫显示图形外框 一个叫红色显示不封闭图形 其实它都是用一些特殊的符号 和一些高量的方法来显示 非法的以及不封闭的图形 打个比方 这里面有个图 我们里面有一条很小的线段 它就是不封闭的 比如说我点击显示图形的外框 这个不封闭的图形 就会加一个外框显示 或者我以红色 来显示所有不封闭的图形 这个图形就会变成红色 这个123 点击一下之后 所有的图形 边上都会出现一个白色的数字 这个数字就是显示当前图形的 在这个整个切割的文件里面的顺序 到底是第几个被切割的 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图标是用来显示 我们每一个图形的入刀点 会用一个白色的小点来显示 这个就是我们单个的图形的起点 也是入刀点 在这个地方 这个按钮是显示 所有的图形的加工的方向 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当点击之后 就会有一些小的箭头来显示 这个切割的路径 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是正着切还是反着切 这个按钮是显示空翼路径 当我点击之后 从一个图形 移动到另外一个图形的空翼路径 就会显示出来 以黄色的虚线显示出来 在下方还有一个叫图形居中 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 一般来讲就是 我们的软件的背景 是我们所切割的机床的浮面 那么我们往往画图 或者实际的这个图形导入之后 并不一定是在这个浮面的正中间 有可能会阻碍我们绘图 比如说我把这个人为的拖到一个很边上的地方 那么如果我们要方便绘图 有的时候我们又需要点击一下图形居中 把这个图形放到整个浮面的中间 但是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 这个图形居中并不是说真正的图形 我们把它切割的时候也放到了这个浮面的中间 只是我们在绘图的时候方便我们观察 我们临时的把它放到图形的中间 真正切割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点个预览 它还是会自动匹配到这个浮面相应的位置 这里我们要注意 然后这里往往有个误区 有很多用户会把这个图形居中功能和这个 我们在绘图栏里面的对齐功能会混淆在一起 那么这里面我们讲一下 正好借这个机会讲讲对齐 比方说经常我们在试切割的时候 我们要画一些图形 比方说画一个圆 画一个方 我们经常要把这个圆放到这个方的正中间 那么这个功能其实并不是我们这个图形居中的功能 这个叫对齐的功能 打开比方我们把它图形居中 居中了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圆依然不是在这个方的中间 那么有些时候我们要把这个圆要和这个方 要居中对齐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如果是完全水平垂直的居中对齐 那么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绘图栏 下方有一个这样的按钮叫做居中对齐 点一下 所选中的这两个图形就会被居中对齐 如果我不止一个圆 如果我有若干个圆要居中对齐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打个比方我们正列一下 把这个圆正列成两行三列 间距是一毫米的 六个圆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要把六个圆 居中到这个矩形的中间 如果我们仍然是这样操作 点一下居中 那么这六个圆全部都被压缩到这个矩形的中间了 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那这个时候我们按下Ctrl Z 撤销刚才的操作 我们可以这样操作 把这六个圆点一下群组 把这六个圆群组成一个元素 完了之后我们再选中 外框和里面的六个圆 这两个元素 点一下 居中对齐 那么这样这六个圆就居中对齐到这个矩形的中间了 好 它除了本身的图标之外 下面还有一个小三角 这个小三角 其实每个小三角就是下拉菜单 包括这边的引刀线 下拉菜单 清除下拉菜单 这个排序下拉菜单 所有的小三角都是有下拉菜单 里面都是有内容的 那么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尺寸 点一下尺寸 上面小三角上面的这个工具 点一下就会弹出一个修改尺寸的一个对话框 在这个窗口里面我们可以设置你要修改的尺寸 注意这里在修改长宽的中间有个小锁 当这个锁我们把它锁定之后 我们修改长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把它修改成200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宽度会跟着这个长度等比例的来缩放 点击一下确定 就是等比例的修改尺寸 当我们要修改尺寸 不等比例的修改尺寸的时候 那么我们把这个锁要解锁 打个比方 我们把它的宽设成120 把它的高度设成300 这个时候这个图形就被我们不等比例的 进行了一次拉伸 在这个尺寸的小三角的下拉菜单里面 我们可以按照固定的尺寸 比如说是100 200来固定的尺寸缩放 包括把它缩小成0.5倍 放大成2倍 放大成4倍 再去缩小成0.5倍 按照固定的倍数来缩放 并且进行交互式的缩放 什么叫交互式的缩放 我们来看 在这个命令行的 左下角的命令行 我们可以看到 请指定缩放的几点 比如说我们通过鼠标的左键 我们可以拾取一个几点 左上角 请指定参考长度或者放大倍率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输入放大倍率 也可以通过鼠标来自动的来拉伸来缩放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 任意角度的旋转 同样的操作 设定一个基点 可以输入旋转的角度 比如说12度 好 点一下回车键 Enter键 然后它就固定旋转了12度 Ctrl Z 任意角度的旋转 除了输入角度以外 我们可以同样的 可以通过鼠标 来旋转 再点一下左键 确认 就旋转了我鼠标刚才旋转的角度 和任意角度旋转类似 还有任意角度的镜像 同样的选择一个基点 当我再旋转的时候 它不光进行了旋转 还做了一个镜像 同样的可以输入镜像的角度 在这个尺寸的右边 有平移 水平镜像 垂直镜像 任意角度镜像 以及90度旋转 270度旋转 180度旋转 这样的工具按钮 为了方便的帮助我们 进行一些镜像和旋转的操作 在这个尺寸 这个工具栏的右边 是我们相对来讲 做切割图形 比较常用的几个功能 首先比较重要的是引刀线 那么我们随意的打开一个图形 比如说这个样品的图形 一般来讲 我们在激光切割软件里面 切割一个封闭的图形 一般都是要做引线的 把这个图形全选 点击一下引线 首先设置引入线的类型 一般我们设置为直线 角度90度 长度 我们这里设大一点 是个5毫米 好 然后一般我们会选择自动适合选择适合的引入的位置 这样的话我们会 激光切割软件会自动根据图形的长度 以及它的连通域 来自动将一个相对比较宽的地方设为我们的入导点 并且把引入线设置在这个位置 也可以按照图形的总长来统一设定位置 这里我们就不再详细的举例 点一下确定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每个图形都多了一个引入线 都多了一个引入线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 有些图形的引入线像这样的小圆 引入线过长了 并且跟它自己产生了自交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点击一下引入线下面的这个小三角的下拉菜单 点击检查引入引出 这个时候 所有的过长的自交的这样的引线 都会被检查之后 自动的缩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像这个圆 过长的圆 就直接把引入线的起点的位置 自动的缩放到这个圆的圆心来了 在这个引到线的右边有个清除按钮 通过这个清除按钮 我们也可以清除引入引出线 比如说我们选中一个图形 我们要清除这个图形的引入线 点击一下清除引入引出 这个圆的引线就被清除了 就被清除了 当然我们刚才点的这个引线的功能是自动来设置引线 除了自动设置引线以外 我们还可以手动修改引线 那么就必须要通过这个起点的按钮 首先通过起点按钮 点一下起点 在任意的一个图形上 图形的轨迹上 我们点一点 可以修改引入线的位置 可以修改引入线的位置 比如说这个图形 可以修改引入线的位置 修改引线的位置 在任意一个图形上 可以修改引入线的位置 同样的 我们可以在图形外面点一点 再在图形上点一点 这个时候我们不光可以修改引入线的位置 我们还可以任意的来修改引入线的长度 以及引入线的角度 任意的修改引线的长度和角度 这个就是手动的来设置引线 当然一般情况下 像复杂的图形 我们都会通过这个自动的设置引线 并且检查引入引出来设置引道线 这个地方这里有一个不封闭的很小的图形 我们把它删除 在引线的右侧 这里面我们有一些 对加工轨迹来进行补偿 以及设置阴切阳切的工具 往往我们设完引线之后 我们要对它进行割缝补偿 因为大家都知道 金属的热切割 一般来讲都会有割缝 那么割缝就会对图形的尺寸产生影响 把这个图形全选选中 点一下补偿 同样的一般来讲 我们也会用自动判断来自动设置引线 打开比方一般来讲 激光切割的割缝宽度 0.1毫米 拐角我们用圆弧过渡 这样会更平滑一些 对选中的图形生效 点一下确定 好 所有被我选中的图形都自动添加了引线 这里面我们要注意一点事项 就是 所有的内膜 所有的我们所指的 刚才所指的内膜 都是属于阴切的 所有的外膜都是阳切的 大家可以看到 内膜一定是 做割缝补偿的时候 一定是内缩的 外膜一定是外扩的 并且内膜的引导线 一定是在图形的内部的 外膜的引导线 是在图形的外部的 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 那么同样的 选中这个图形 当我们把 本身为阴切的图形 点一下阳切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白色的这个补偿的线 就变到这个图形的外边来了 并且这个引导线 也变到图形的外边来了 这个就变成阳切了 但在这个图形里面 明显 这个圆应该是属于 应该是属于阴切的 不应该是属于阳切的 那么这样它就非法了 我们还可以改变图形的 这个方向 我们可以反向 并且可以顺时针 可以逆时针 通过这个按钮 来改变图形切割的方向 那么有的时候 也会有些用户 希望所有的圆 所有的圆都是逆时针切的 或者所有的方 都是顺时针切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结合刚才我们所讲的 选中相似图形 我们选中相似图形 好 这个时候所有的三乘三的圆 都被我们选中了 这个时候我们点 这个顺时针 右边的下拉菜单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圆是 逆时针切割的 我们点一下顺时针 好 所有的这个三乘三的圆 全部都变成了顺时针切割 和引线 割锋补偿 相关的还有一个叫 微连接的功能 因为我们经常在 薄板切割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当一个大的图形 切完之后 它有可能会板子 半掉不掉 有可能会翘起来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利用 这个微连接 在切割的轨迹上 加几个小的缺口 来防止这个板子翘起来 点一下微连接 我们可以设置 微连接的大小 比方说 我们需要一个 两毫米宽的微连接 在左下角 这个命令行 输入2 回车 之后在图形上 任意的位置点一点 任意的位置 鼠标左肩点一点 我们就可以加一个 宽度为两毫米的 微连接 如果我不需要 这个微连接 我可以选用这个图形 点击清楚微连 刚才设置的微连接 就清楚掉了 和微连接 相似的有一个功能 叫设置缺口 帮图形选中 点击一下 这个小三角 下面有三个属性 一个叫封口 一个叫缺口 一个叫过切 一般情况下来讲 我们都是希望 图形封口的 某些情况 我们希望图形 切完了之后 不要掉下来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在引线的位置 我们可以加个缺口 同样的 我们加个两毫米的缺口 点一下回车 它在引入线的位置 就会加一个两毫米的缺口 选中这个图形 点击封口 手尾就相连了 点击过切 同样的两毫米 当我这个轨迹走完之后 点一下模拟 加快进度 好 放慢进度 我们可以看到 当轨迹走完之后 它还会沿着圆轨迹 多走一段 这个就是过切 那么有些情况 像后板切割 有些情况 当我们切完一个轨迹之后 发现这个图形 还不掉下来 这个时候 我们有可能 就会用到过切 但这里我们要注意 封口缺口 过切的设置 它只能在图形的 入刀处设置 这个是与微连接的区别 微连接是可以在图形的 任一个位置 来设置一个缺口 这是区别 当然与这个手动 加微连 对应的还有个叫 自动微连 在这个上方的工具栏 的右侧 有个叫自动微连 打个比方 我们把这个外框选中 点击下自动微连 我们有两种 自动设置微连方式 一种是按数量加微连 比如说 我需要在这个外框 我需要加 十个微连接 每个微连接的宽度 都是两毫米 点击下确定 那么软件就会自动 在这个图形的外框 按照等距离 添加十个两毫米的微连接 清除微连 另外一种设置 自动微连的方法 是按照建局加 比方说 我们每隔 二十毫米 就需要加一个 两毫米的微连接 等一下确定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每隔二十毫米 就增加了一个 两毫米的微连接 这是两种 自动添加微连接的方式 同样的我们在这里 把刚才加的微连接 清除掉 清除微连接 选重图形 清除微连接 好 刚才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讲了 阴切阳切 以及补偿 以及引线的 这个关系 所有的 内膜都应该是阴切的 外膜都应该是阳切的 那么如何来区分内外膜呢 这边就涉及到 一个排序的功能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补偿的右边 有一个排序的按钮 我们点击一下 好 大家看到 刚才我设置的 非法的一个图形 变成了 阴切 那么这里面 我们要找用介绍一下 排序 当然我们在图形 在导入的时候 刚才我们介绍了 在用户参数里面 本身就会做一次 自动排序 自动排序 一般默认 我们选择网格排序 在我们的 SypeCut激光切割软件里面 这个排序的功能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通过排序 不光可以使得 我们的切割的路径 得到一个优化 而且还可以使得 我们的软件 来自动判别 一个零件的 内膜和外膜 当零件的内外膜 判断正确之后 我们所设置的引刀线 所设置的割缝补偿 才能是真正有意义的 否则 有可能内膜变成了 外扩的 外膜变成内缩的 并且阴切阳切的顺序 反了之后 那么我们的切割 将是达不到实际的效果 任意的图形 比方说我把这些图形 本来是应该是阴切的 我把它设置为阳切的 外框应该是阳切的 我把它设成阴切的 这个时候 只要我做一下自动排序 这些刚才错误的设置 都会恢复成正常的 那么刚才我们介绍了 在自动打开第三方软件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排序的规则 分别为网格排序 由内到外和最短空移 这个是自动打开的时候 选择的一些规则 但这个规则是比较有限的 我们可以通过排序下方的 这个小三角 下拉菜单 我们可以看到 Cypercard机构切构软件 提供了九种自动排序的规则 当你发现默认打开图形的时候 我们做的自动排序 不满足用户要求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下拉菜单 重新来选择排序的规则 打个比方 我们可以从左到右 当我们做了一次 从左到右的排序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拉这个进度条 来观察一下 所有的切割的路径 就变成了从左到右 从下到上 就变成了从下到上 这里我们再换一个 更有特征的图形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图形 一个复杂的图形 当我们选择排序的规则 从左到右 我们来看一下 从右到左 从上到下 从下到上 顺势针 逆势针 那么什么情况下 使用这些排序的规则呢 一般来讲 我们最常用的是网格排序 网格排序它是属于一种 优先某一个区域加工的一种排序规则 也就是当我把一个 临近区域的图形都切完之后 再切割另外一个 临近区域的图形 这样的排序规则 一般是我们所推崇的 小图形优先 考虑到有些特殊的工艺 我们会把一些 比较小的图形先切掉 再去切大的图形 由内到外 有一些像比如说 圆环形的图 像一些圆环形的图 我们可能就会希望它从内到外 这里没有找到图 局部最短空翼路径 一般来讲 我们在刀膜切割里面 经常用到这个局部最短空翼路径 它是找到当前所切图形的 最临近的一个图形 作为它的下一个图形来切割 当然这九种排序的规则 随着我们激光切割软件的 不断的优化 未来我们还会进行 更多的排序规则的添加 在做自动排序的时候 有些时候 用户不希望修改 这个切割的方向 那么我们可以点上 这个禁止排序修改方向 来禁止排序的过程 来修改切割的方向 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希望排序来修改 修改切割方向 这样可以达到一个最大程度的 优化切割路径的一个过程 除了这个自动排序以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相应的 手工排序的按钮 在这个排序右边 有一些手工排序的按钮 我们把这个123这个序号 这个工具来打开 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个图形是第82个 在整个文件里面 是第82个被切割的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最前按钮点一下 它就变成第一个切割了 最后按钮 它就变成第211个切割了 那么也可以通过这个 向前一个210个 向前一个209个 再向前一个208个 和向后一个209 再向后一个210 再向后一个211 这样的几个功能 来进行手动排序 当然这样的手工排序 是比较累的 一般也是我们所不推崇的 与这四个手工排序按钮 对应的 我们还有一个 相对来讲 我们比较推崇的 手工排序的功能 就是在这个绘图栏下面 左侧的绘图栏 这边有一个123的一个箭头 我们一般来讲 会用这个箭头来做手工排序 这个工具就是 我们点到哪里 就从哪里开始加工 比方说我要先加工这个圆 点一下 这个圆就变成1 紧接着要加工这个图形 点一下它就变成2 再紧接着要加工这个图形 点一下变3 点一下变4 点一下变5 就是点到哪里 就加工到哪里 这个手工排序的功能 一般来讲是我们常用的 当然图形如果过于复杂的话 我们是更倾向于用这个自动排序 比如说一个图形里面有 一个文件里面有一千个图形 那你当然不可能每一个图形 都去手工点一下 这样是会非常累的 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一些 与图形相关的功能以外 这边我们还有一些 比较高级的功能 我们来做一些举例 打个比方 当我们编辑好一个图形之后 比如说这个样品的图形 把这个删掉 设置好引刀线 排序 做过歌风补偿 之后我们往往 这边还要再做引入线的检查 做好一个零件之后 往往我们需要批量来切割这些零件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到正列的功能 正列的功能 比方说我总共这个零件 我要切40个 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四行 五列的正列 间距 间距一般就是根据我们板材的浪费 来设置间距 要尽可能小的浪费板材 比方说我们设置行间距 列间距分别是两毫米 等一下确定 就会正列出20个 所要切割的零件 除了这个正列以外 因为我们有些图形 它是不规则的 不规则的 并不能够进行这种规则的行列的正列 比方说我们画一个图形 比方说我们画一个这样的图形 那么这样的图形明显就不符我们刚才做普通正列 比方说我们把它正列成20个 那这样的话就是废板的 我们所谓浪费的这个板材就比较多了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我们选择这个图形 点击正列下方的小三角 出来一个叫做排样正列 点击一下这个按钮 打个比方同样我们需要20个零件 点击一下这个 同样需要20个零件 那么我们的板子的 我们可以设置这个板子的宽度 比方说我们板子的宽度是 100 乘300 好 留边 分别留5毫米和4毫米的边 这个时候图形间距是2毫米 点击确定 这个图形我们做的太大了 我们把它缩小一点 把它缩小成30 刚才图形太大了 所以它一个图形都无法布下 点击排样正列 同样的刚才我们的参数 我们把它换大一点 500 一个500乘800的板子 点击确定 好 这个时候它就会布下 因为我们设置图形只有20个 所以没有布满 那这个时候我们 我们把它布满 点布满 500乘800 这样的一个板子里面 我们要把它布满 我们不设置这个个数 点击一下确定 好 这样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板材的利用率 就会提高很多 布满之后 板材的利用率就会提高很多 群组 这里的群组 我们刚才已经举过一个例子 在图形对中的时候 我们举过一个例子 群组在我们的软件里面 实际上是有一个零件的概念的 当我们把这些图形的引线 以及它的歌风补偿 包括排序都做好之后 把供应参数设好之后 这个零件就是我们可能需要 经常切割的零件 一般往往我们会把它做一个群组 那么这个图形就会被 可以整体的拖动 以及整体的进行去复制 那这个地方我们要记住 群组之后的零件 是不可以再设置引线的 也不可以进行 对它进行再次的编辑 除非你把它打散之后 打散之后 我们就可以再对它进行做编辑 和其他的处理 除了这个手动设置群组以外 在我们的软件里面 有一些功能 会自动的将一些图形 设置为群组 那么之后我们会 一一介绍这几个功能 扫描切割 刚才我们讲到 有一些功能会自动的将一些图形 设置为群组 这里面扫描切割就是其中的一例 扫描切割有这么几类 一种叫直线同向分组输出 一种叫圆弧自然连割 下面我们分别来举例 打个比方 一个矩形 尺寸 我们做4乘4 把它做一个正列 四行 八列 行间局 列间局分别为2 这样的矩形 在实际切割的时候 我们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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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切割的话 它的效率会比较慢 在保版里面 我们可以利用一种扫描切割 也叫飞行切割的功能 通过一刀把它连割掉 我们把这些矩形选中 点扫描 直线同向分组输出 点一下 起到点的位置 左上角 左下角 一般我们选左下角 点击确定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些图形中间 就会出现绿色的虚线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模拟 我们会发现 这些矩形 的四个边 是分四次切断的 而这个切割的轨迹 是一刀切完 中间不带任何的加减速 这个就叫扫描切割 那么当我们做过 扫描切割之后 这些图形就自然成为了 一个群组 如果要再编辑 就必须要把它打散 圆 我们画一个 5乘5的圆 对这些圆进行正列 同样的 四行八列 一般切割的时候 我们会一个一个圆 来切割 一个一个切割 当我们选中这些圆 点击扫描下面的小三角 点击圆弧自然连割 那么这些圆 也会变成一个群组 也会变成一个群组 中间会出现绿色的虚线 我们再模拟一下 我们就会发现 当这些圆切割的时候 当一个圆切完之后 它是不做减速 直接以切割的速度 空溢到下个圆的 起点的位置 并且进行切割 这就叫圆的自然连割 同样的 也会提高切割圆的效率 在做完自然连割之后 它就变成了一个群组 共边 这个是我们在做一些 后板切割的时候 会经常用到的工艺 比方说 我要切两个方 我们可以把一个方 通过鼠标左键拖动 吸附到另外一个方的 某一边 吸附到某一边 同时把这两个方选中 点一下共边 点一下共边 再画一个方 好 把它吸附到一起 点击共边 好 这样的话 这两个方 我们再模拟一下 在切割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不是切两个方 而是先把中间切一刀 然后连着把外框切掉 这个就叫共边 也可以在最大程度上 节约板材 并且提高切割的效率 尤其是在后板切割的时候 我们可以利用共边 来提高切割的效率 当然做过共边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它也变成了一个群组 也变成了一个群组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扫描切割和共边 会把图形变成群组 我们这个时候 如果多个图形 也可以作为共边 我们像搭俄罗斯方块一样 我们可以把它搭到一起 搭到一起 只要吸附到某一边 好 我们可以做一个共边 好 共边好了之后 这里还有一个群组 我们也把它拖动到一起 好 把它拖动到一起 好 点一下共边 点一下共边 好 完了之后 这些图形就被共边了 这里还有一个图形 没有共边到一起 我们把它删掉 好 共边成一个填字形 我们再模拟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先切了一刀横的 再切了一刀树的 完了最后整个把这个外框给切下来 这个就是共边 桥间 什么时候要用到桥间呢 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广告字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 输入一个文字 1 2 3 0 8 A B C 把它设为 换一个字体 把它作为黑体 好 打散 转为曲线 我们给这个图形加个外框 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要打一个手机号码 或者做广告字 这个时候我们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不加桥接 切这样的图形 切完之后 是不是这个0 我们就看不到了 这个8里面两个圈也看不到了 这个A的三角也看不到了 B的两个圈也看不到了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切下来图是这样的 那我们就看不出它是个08A B C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用到桥接功能 点一下桥接 好 这边有两个参数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里就不做详细介绍了 桥接的宽度1毫米 好 点击一下确定 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0上加了两个桥 同样的8 确定 加了三个桥 这个A 点一下 好 加了一个桥 这个B 加桥 加桥 好 那么这样切完之后 我们是不是还是可以看出 它这个08A B C 这个就是加桥的功能 我们可以把一些 切完之后会掉下去的键 但是我们又不希望它掉下去的键 加一个桥 把它连接在原图上 这个就是加桥的功能 测量这边我们就不多说了 点击一下某个图形的左上角 右上角 在命令行里面 我们就可以测出这两个点 之间的间距 以及X方向Y方向的偏差 之前我们讲到 在打开图形的时候 有一些自动优化的功能 在我们的软件的上方的 右上方的工具栏里面 同样的我们可以打开自动优化之后 不满意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去 对它进行自动优化 比方说曲线平滑 一般来讲 我们在Cordro 或者一些其他的软件 里面生成的像PLT这样的图形 会有很多个节点 我们这里举个例子 加工样品 比如说这边有很多PLT的图形 有很多PLT的图形 我们就以这个图形来举例 我们点一下这个节点编辑工具 我们发现会有很多节点 像PLT会有非常多的节点 有很多节点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不把它进行平滑的话 第一个就可能有可能 数据量会比较大 第二个在加工的时候 这个轨迹会不是很平滑 加工出来会频繁的去做加减速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曲线平滑的功能 设置一下平滑的拟合的精度 我们可以根据图形的尺寸 常用的精度 我们比如说有0.1毫米 好 点击一下确定 因为这个图形可能节点还并不是很多 它优化之后 虽然节点少了一些 但是看的不那么明显 我们再换一个图 再换一个图形 比方说这个图 这个图相对来讲 节点就会多一些 节点就会多一些 我们同样的 我们做一下曲线平滑 我们来看一下 0.1 好 这个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节点数减少了很多 减少了很多 而且这个图形就比原来变得很 变得光滑了很多 这个就是曲线平滑 它不但可以减少图形的节点 而且可以使得图形变得很平滑 但是这个时候 不同尺寸的图形 我们所要设置的这个 曲线拟合的这个平滑的精度 要根据图形的大小 我们来合理的设置 当一个图形本身非常小 比如说它图形 我们把这个图形改一下 尺寸如果只有20x20的话 那这个图形如果我们同样用0.1的精度 可能它图形的变形量就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要根据图形的尺寸 来设置这个曲线平滑的精度 一般来讲我们是0.1的精度 当如果我们不设置这个精度 直接点曲线平滑 不设置精度 在图形上点一点之后 它就会自动默认的平滑精度 就是0.1毫米 曲线分割 我们可以把这个曲线选中 点一下曲线分割 在想要分割的任意的地方 点一个点 这样的话曲线就被我们分成了若干段 我们可以把中间的一段删除 也可以把这两段进行其他的操作 包括在做其他的节点编辑 比方说把这个节点拖到这个位置 双击 我们可以拖动节点 再进行做其他的编辑 这就是曲线分割 自动威廉刚才我们介绍过了 去除重复线 打个比方 一个矩形 里面有一条直线 跟它是重复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往往很难看到这条线 往往很难看到这条线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两个图形选中 等一下去除重复线 就可以把这条重复的线段给去掉了 去除极角图形 我们刚才讲了 在用户参数里面 同样的有个去除极角图形 但是它的这个范围是0.1的 我们之前有过一个样品这个图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有一个图形 它是极角图形 但是它的尺寸呢 是0.19正好超过0.1的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进行一次 去除极角图形 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范围设成0.2 好点确定 那么这样这个极角图形就会被去掉了 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自定义 去除极角图形的范围 并且把它去掉 合并相连线 这里我们也举个例子 打个比方 我们通过曲线分割 把这个图形 打断 这里面就有一个缺口 那么如果我们想让这个图形 还是成为一个封闭的图形 怎么办 我们首先可以通过 节点编辑的功能 把这两个点拉到一起 把这两个点拉到一起 但是大家注意这个时候 它还不是一个封闭的图形 它虽然是首尾相连 但它还不是一个封闭的图形 那这个时候我们点一下合并相连线 设置一下合并的最大的距离 0.1 点一下确定 它就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图形了 我们再来操作一遍 把它删除 我们可以测量一下 这个间距是0.3 如果我们直接合并 点合并相连线 如果宽度是0.1 它并不会被合并 那么如果我们点一下 合并相连线 我们把它的宽度改大一点 改成0.4 再点确定 那么它就会被合并成 一个封闭的曲线 因为刚才它的缺口的宽度 只有0.3 我们合并的宽度是0.4 所以就它会把它 0.4以内的缺口全部都合并 这个就是合并相连线 那么以上就是这个开始 这个工具栏里面 基本上所有的功能 我们都介绍过了 那么下面我们要介绍一下 左边的这些绘图 与绘图相关的工具栏里面的 一些功能 第一个箭头 这个箭头一般就是 我们来选择图形 选择图形的选择的这个工具 第二个节点编辑的工具 当我们通过这个选择图形 这个工具 选中图形之后 它会变成虚线 变为虚线的图形 当我们鼠标左键按住 拖动它的时候 它就会被移动 就会被移动 节点编辑工具是与之 有所不同的 当我们用节点编辑工具 选中一个图形之后 这个图形是不能被拖动的 是不能被拖动的 但是它的节点是可以被拖动的 节点是可以被拖动的 并且可以双击 删除一个节点 通过双击可以删除一个节点 这个就是节点编辑工具 在节点编辑工具下面 有一个手工排序的功能 这个我们讲过了 拖动图形 缩放 这个我们就不易介绍了 如果鼠标有滚轮 可以通过滚轮来缩放 并且按住滚轮的中键来拖动 在缩放的工具下面 有画图的一些工具 像孤立点 直线 多段线 这些常用的绘图功能 跟AutoCAD里面是类似的 比方说 我可以敲一个R 把它变成圆弧 再敲一个L 变成直线 在左下角也可以在命令行里面 输入坐标 来完成绘图 跟AutoCAD是类似的 圆 圆弧 整圆 三点圆弧 以及椭圆 举形 圆角举形 多边形 星形 这边我们着重介绍一下 多边形和星形的绘图 因为经常我们在试切割的时候 会切些像多边形 星形 五角形这样的图形 多边形 选中 我们可以通过右键 选择边数 三边四边 五边六边 一直到十二边 也可以 在 我们的 这个 命令行里面输入 打个比方 我们要 十八边形 敲回车 就会出来一个十八边形 当然已经十八边形 已经非常接近一个圆了 同样的 星形 我们可以指定顶点数 比如说是 二十 就画了一个二十个顶点的星形 然后 指定顶点 还可以再往里面缩 我们这样的就可以画了一个 二十个角的 这样的一个星形 输入文字 文字可以 在这里面打文字的内容 可以是数字 可以是汉字 只要我们的输入法支持 包括可以设置字体 在我们的操作系统里面 所安装的字体 都可以设置 包括文字的高度 宽度 角度 当我们要对文字进行一些 补偿啊 引线啊 这样的图形的处理之前 我们首先要把它转为曲线 这样的话 文字就变成了 跟我们普通的切割图形一样的 变成了一个曲线 变为曲线之后 文字的字体 以及它的这个 粗细啊 角度啊 就不可以再编辑了 这个就是文字 在文字下方有一个居中 有一个居中对齐的一个功能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这些图形选中 点一下 就全部都居中对齐了 在这个居中对齐的下方 有一个炸开 有个炸开的工具栏 打个比方 我们画一个矩形 点一下炸开 好 一个矩形就会被炸开成四条边 这个也是AutoCD里面 常用的一个功能 我们Ctrl Z 导圆角 比方说一个矩形 我们点一下导圆角 设定圆角的半径 比如说是三毫米 回车 这么矩形就会被我们导成一个 半径为三毫米的 这个圆角矩形 导圆角的功能 这个就是左边的 绘图的工具栏 所有的功能 在绘图栏 以及我们的图形显示窗口下面 有两个命令行 左边的命令行是 类似于AutoCD里面 我们可以设置 我们要做的一些动作的命令 并且输入一些参数 右边的命令行是一个日志 里面记录了我们所有的 在软件打开之后 所有的进行的一些操作 它是一个日志 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工具栏 都介绍完了 在右侧 是我们实际要操作的一个操作栏 这里面有点动的上下左右升降的方向按钮 在方向按钮的上方有个坐标系的选择 那么这里面主要是我们在切割的时候 可以设置浮动坐标系和弓箭坐标系 大家要注意在浮动坐标系里面 浮动坐标系主要是我们的测试人员 以及我们在试切割的时候要用到浮动坐标系 浮动坐标系的意义就是在于 当我的激光切割头停留在哪里 就在哪里加工 弓箭坐标系往往是用来作为整版加工 当我们选择弓箭坐标系之后 在上方设置当前位置为零点的设置的选项就被激活了 就可以把整个通过鼠标上下左右点动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红叉就表示激光头当前所在浮面的位置 比方说我们可以把当前的位置设为程序的零点 点击一下确定 当我们在做整版加工的时候 往往我们会固定一个点为程序零点 不管我们的激光切割头将来移动到哪里 当我们随时随地点回零的时候 它都可以回到这个位置 并且不管我的激光切割头停留在哪里 点击开始加工 它首先会回到我的程序零点进行加工 这个就是弓箭坐标系 相对于浮动坐标系来讲的话 一般来讲我们用做式切割 或者是废料切割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这个弓箭坐标系 当然在弓箭坐标系里面 我们同样也可以实现弓箭坐标系 刚才我们讲到的功能 这个就必须要结合我们的这个标记坐标 当我们把切割头移动到某一个位置 某一个坐标 比方说我们把它移动到坐标为93.26 89.52 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点一下标记坐标 好 在这个幅面的这个位置 我们就会出现一个小旗帜 这个旗帜就表示这个位置被我们标记下来了 以后不管我们移动到哪里 把激光切割头移动到哪里 点一下返回标记 它都会反过到这个点 那么并且 这个时候我们点开始加工 或者点空走 左边框 它都会以 上次我们标记的这个点 会以我们标记的这个点 回到标记的时候 会以我们这个标记的点 作为这个程序的这个停号点 开始加工 比方说我们点个预览 它就会以我们所标记的这个点 为程序零点开始加工 在点动按钮的 左下方有个预览的按钮 刚才我们已经用过了 就是可以把我们所加工的图形 哪怕我们把它做了图形的居中 或者拖动 到一个不是我们激光头所在的位置 我们只要点一下预览 它都会自动的把我们所绘制的图形 包括我们要所加工的图形 自动的匹配到我们这个浮面的相应的位置来 选择快速慢速 并且可以设置快慢速的这个速度 根据机床的特性 我们可以来设置速度 是否要步进的点动 点动时是否开激光 点射的功率 以及常用的 那些控制光闸 红光激光 以及辅助气体的这些按钮 包括开始暂停停止 走边框 模拟空走 前进回退 回零 回到程序零点 这些功能按钮 在这个下方有加工完成后 是否要回零点 回起点 回中点 还是回标记点 单击停止是否要回零点 加工是否是 只加工选中图形 这个里面我们介绍一下 只加工选中图形 因为有一些图形 我们并不是要完整的去加工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有几种方法 其中之一 就是 加工选中图形 比方说我们随便选一个 选一个复杂一点的 稍微复杂一点的图形 比方说这个12生肖 有可能 我只需要加工这个龙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龙选中 这个时候我们 再补充一点 在我们这个软件里面 选中图形 框选图形 分为几种 一个是从右上角 往右下角的这个框选 还有一个叫做 从右下角往左上角的这个框选 我们可以看到 从左上角往右下角这个框选 只有全部被我选中的图形 才会被选中 而如果我从右下角往左上角选 只要被我选到某一部分的图形 都会被选中 这个就是框选 当我框选了这个龙之后 如果我只想加工这个龙 我可以点击这个只加工选中图形 那么这个时候 我再点开始加工 那么整个这个加工的文件里 只有这个龙会被加工 其他所有的图形都不会被加工 这是一种 我们要选择加工图形的方法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 把其他所有的图 都设置为零图层 那么也只会加工这个文件 比方说我们把这个 还是把这个龙选中 然后用选择里面的反选 把其他所有的图形都选中 点击一下这个背景图层 把它设置为这个白色的图层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点加工 我们点加工 只有这个 没有被设置为零图层的 这个图层才会被加工 这也是一种选中 加工图层的一种方法 当然最直接的就是 把你不要加工的图形 全部都删掉 全部都删掉 那肯定就只会加工 所留下来的这些图形 这种是最直接的方法 在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在这个加工控制栏里面 我们要介绍一些关于如何来暂停继续 以及意外的终止之后 我们可以还是找到上一次的断点 继续加工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一般情况下 比方说当我们在加工的时候 激光器或者是我们的辅助气体 我们的冷水机 发生了一些意外状况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暂停按钮 来暂停当天的加工 并且可以通过回退 前进 不停的回退前进 来找到我们的断点 并且点继续加工 并且继续加工 当然发生一些意外的时候 我们的系统会产生一些报警 报警之后也会进入这个暂停的状态 往往暂停之后 我们要回退一段距离 因为刚开始暂停的那段位置 往往是没切好的 我们需要回退一段距离 这个时候回退的距离 以及回退的速度 可以在这个回退前进距离 这两个参数输入框里面进行设置 那么在有一些情况下 加工被意外中止了 被意外中止了 比方说突然间断电了 或者软件异常的关闭 比方说我模拟一下 在这个Windows的任务管理器里面 把我们的SypeCut软件 我们SypeCut软件强行地关闭这个进程 好 当我下一次工厂恢复供电了 我把软件打开之后 好 那么会软件会自动跳出这么一个对话框 首先它会提示你 是不是要回远点 因为你意外断电了 对吧 我们的这个计算坐标系 可能会发生一些错误 回远点之后 是不是要返回程序零点 然后回远点之后 是不是要定位到上一次加工的断点的地方 一般我们会选这个回远点 然后并且回到 定位到上一次加工中断的地方 一般我们会选这个选项 当然也可以选择取消 除此之外 当我们的加工发生停止之后 被意外的中止之后 有可能没有断电 也不需要重新打开软件 这种情况下 我们点开始之后 会有这么几个提示 从上次停止的地方开始加工 定位到上次停止的地方 从头开始加工取消 一般往往我们会选择定位到上次停止的地方 比方说刚才我们关软件的时候 我们就是停在这个地方 可以自动定位到上次断点的地方 并且进入一种继续 就是暂停加工的状态 一般我们也会点一下回退 回退一段距离 然后点开始加工 首先定位到上次停止的地方 然后点继续 可以继续上次的加工 这就是几种 我们可以找到断点 并且继续开始加工的一个方法 因为我这个电脑上使用的是 演示版的软件 所以一些功能支持的 还不是很完整 加工控制 蓝的下方有几个选项 这个也是为了方便我们 实际操作过程中 上下料啊 包括实际的一些 这个操作的一些选项 比方说这个加工完成之后 回哪里这个选项 就是一个方便我们上下料的一个功能 比方说一般情况下 我们会直接选择加工完之后 返回零点 那么当我们下次再把板子放上来的时候 再点开始就可以直接 从头开始加工 也有些用户希望 板子加工之后 它可以停留在一个方便下板的地方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把它停留在一个标记点 并且包括停留在终点都可以 这里面有个选项叫 是否启用软线位 这个选项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选项 因为当我们的系统 坐标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通过软线位 做第一层的保护 那么保护机床 不会超出我们的行程范围 不会撞到硬线位 甚至撞到我们机械的极限 一般来讲这个选项 我们也是建议用户要勾上的 这样的话是对机器来讲 是一种比较安全的保护措施 下面是关于加工的寄件 你今天要加工多少个 当前已经加工了多少个 这样的一个寄件的一个功能 比如说我今天要加工100个 当我每次点开始加工 从头开始加工 每次加工完 这个寄件数量就会加1 这是一个寄件的功能 还有循环加工 这个里面循环加工 我们分为正常加工和空走 两种方式 一般我们做烤鸡的时候 我们会往往选择会空走 实际如果要循环加工 我们就点正常 加工的间隔时间 这个间隔时间主要是为了防止 就是我们来不及上下料 一般我们要预留一些时间 用作上料 上料的时间 如果这个情况下我们点 我们换一个简单的图形 加工一个圆 尺寸设小一点 稍微6 这个时候我们点循环加工 点正常加工 每次加工之间间隔一秒钟 我们点开始加工 一次 间隔一秒 加工第二次 每次加工完之后 这个加工技术会加1 到达100次之后 比方说我们把这个次数减少一点 10次 循环加工 清除之间加工技术 加工到10次之后 它就会提示 你加工数量已经满了 你是不是要继续加工 3次 4次 5次 6次 7次 8次 9次 10次 已经达到预定加工次数 10次 这个时候我们点确定 就可以停止加工 不知道大家刚才有没有注意 当我在做加工的时候 我们的工具栏 发生了一个变化 就是我们有一个隐藏的加工 加工栏 产生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加工的一个 显示的 就是 帮助我们 显示加工状态的一个工具栏 这里面有 停止 暂停 继续按钮 也可以显示坐标 以及当前各轴的速度 以及进给速度 加工的计时 以及我们的 调高器的随动的高度 以及实际高度 包括就是 当前的功率 激光的功率和峰值功率 显示这样的一个 加工状态的一个工具栏 在这个 加工控制栏的左侧 是我们的 这个关于图层 以及图层参数 设置的工具栏 我们可以把 我们所谓加工的图形 设置为若干个图层 比如说图层2 图层3 图层4 设置个若干个图层 我们总共 所有 CypeCard的激光切割软件 所支持的图层 总共的个数是16个 当然这里面 我们要排除这个0图层 因为0图层 是不加工的图层 除了0图层之外 总共有15个图层 那么这个里面 最后一个图层 叫打标的图层 打标的图层 打标的图层 我们设置下 会变成蓝色 除了打标图层 和0图层以外 其他的14个图层 全部都是切割的图层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设置不同的图层 来设置 不同的工艺参数 关于设置工艺参数的 这个视频讲座 我们将会放到下一章 以及下一节 去进行讲座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 基本所有我们的 SypeCard 激光切割软件 操作相关的 一些视频的讲解 谢谢大家的收听和观看